我剛剛上來說我要親戚 新店歲末祝福舉行受證 謝謝 楊玲玉與父母親接受法師的祝福 真正成為慈濟法親 我爸爸已經90歲了 我怕會 就我們三個可以一起受證 這是我最大的心願 開心嗎 有什麼開心 如果沒有到來 就想我做 慈濟聚工潘竹女 幫助兒子媳婦 圓滿進入慈濟大家庭的心願 我喜歡在幫你兒子圓滿 因為他那個時候是在最叛逆的時候 最叛逆的時候 我在想說 上人說人就是要有智慧 所以我這樣說 他能夠接近善知識 當天受證的武夷偉 分享1993年參加台灣第一場 造血幹細胞捐血健躺後 善得種子發芽 過20年以後 我接到慈濟的通知 要到花蓮慈濟醫院 配對到了血液 配對成功之後這三年來 他說志工照樣做 生活過得好 我可以做個見證 就是骨血捐證是一個救了一命 無傷己身的一個事情 把握機會為社會付出 休息生口意 生活目標更為確立 在新聞真正美技工 台詞